祈祷 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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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聖誠 與您一起聖誠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平安 基督徒呢 彼此會互相的拜訪 這是一開始 從教會建立的開始就有的一個傳統 那其實我們要知道 雖然我們現在在慶祝宗教改革的五百週年 但是整個基督教會的創會歷史 並不是在1517年的十月三十一號 而是在聖聖降臨節 耶穌聖天之後的聖神降臨節之後 就已經建立了 所以當我們在慶祝 在紀念宗教改革的時候 不是要紀念任何一個宗教改革家 而是要紀念耶穌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們在慶祝宗教改革 並不是任何一個宗教改革家 他所寫的文章 寫的書 而是這本聖經 所以我們在紀念宗教改革的時候 其實是再一次讓我們再想到 回想起 我們應該回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那這非常的令我們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這是在全世界一起發生的 那所以古北教授非常高興 可以在台灣也可以感受到 大家的一起紀念 那對於一個曾經承認新教的主教來說 他也覺得很興奮的是 在今年2016年的10月31號 我們的天主教的教宗方濟各 他也要在瑞典參加一個 這樣子跟路德宗一起合辦的 宗教改革的紀念禮拜 那這讓我們看見說 我們一起在紀念這個宗教改革 它是一個普世大功的一個事件 那這讓我們能夠更謙卑也更感恩 那為什麼我們感恩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聯合的大功慶祝 在幾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謙卑呢 就是必須謙卑下來 當我們在紀念的時候 再回想起到底什麼是 宗教改革的一個精神 那我們要再回想起 其實這個整個基督宗教的這個 弟兄姊妹的團體 這個整個基督的團體 是所有的緊密 那在過去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普世的一個觀念 所以大家都局限在自己的一個信仰團體當中 局限在自己的語言當中 局限在自己的民族當中 所以我們現在要紀念宗教改革的精神 應該是用更寬廣的角度 應該是用一個合一的角度 來看我們一個共同的福音 阿明 很多意見 我再一次感謝 基督教中路教會中會的搖車 可以讓我們今天來參加 和大家一起做會這個禮拜 我再次很高興 我聽到我們Huber牧師的道理 我看他改變 感覺這個半點前來改變很多 天主教的高中 最近這兩天說了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 他如果反映做映義 意思是說 Who is better? Lutheran or Catholic? 他說寫是哪一個教派比較好 路德宗還是天主教會 他自己的回答說 It's better for us to be together 當我們在一起那是最好 那我今天聽了Huber牧師的一番話 一直感覺到說 他張開了雙手 怎麼比我想像的還有寬 一直要邀請說 我們一起回家吧 回到哪裡 回到耶穌基督 這塊基石 再次謝謝他今天的正道 這個會帶給我們基督徒 這一年很大的希望 我們五百年來 一直在渴望的這一天 希望很快的到來